秋月一样,另一位国家队前任队长辉若奇也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要面临里约奥运阵容的残酷选拔 由于因病缺席了世界杯,辉若奇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渴望比任何一名队友都要更加强烈 但越是如此,辉若奇也告诉自己不能急于求成 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表现一定可以赢得一张飞王里约的机票 因心脏不适,缺席了大半个赛季的辉若奇,经过积极治疗和康复 在女排联赛半决赛阶段终于重返赛场 接下来他重返国家队,也就因此变得顺理成章 爱将归来,狼兵指导为小慧制定了专门的康复计划 一切训练内容都要在其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下逐步展开 现在掌握的量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 然后也是在逐渐往上加一些 然后还是配合医生的这些建议 然后再一点点加量 小慧一直是控制运动量的训练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够全部跟上球队的训练 因为我们还要配合好医生 给他的训练的强度 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他 因并没能与队友一起夺得世界杯冠军 那段时间慧若奇的失落与郁闷不言而喻 如今随着病情好转 他也已经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特别是重返国家队后 自信和坚定又重新回到了小慧的脸上 他相信自己完全有实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尽快恢复跟上队伍的步伐吧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之前能够达到队伍的要求 达到比赛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也是到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的竞技水平来说话的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立足做好每一天 然后希望能够在那时候赶上就是自己最好的状况吧 充满自信的同时 惠若奇对于位置的残酷竞争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毕竟目前的中国女排主攻位置上人才积极 朱婷将毫无疑问占据一个主力位置 刘彦涵 刘晓彤也都实力不俗 此外还有可以胜任主攻和接应两个位置的张昌宁 我觉得我们队伍的攻守都有很强的实力 所以队伍人多都能打球 这是一件好事 就像之前的巴西队 他们的版图速度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特点 所以这个我并不是很担心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 虽然让惠若奇失去了一个世界冠军 但也给了他一次直面困境 磨砺重生的机会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人们期待着 在领域奥运会的赛场上 可以见到一个全新的惠若奇 一个重生的惠若奇 听视局记者孟凡强 王英春 王鹏 孙小鹏 报道 心脏不适 缺席了大半个赛季的惠若奇 经过积极治疗和康复 在女排联赛半决赛阶段 终于重返赛场 接下来他重返国家队 也就因此变得顺理成章 爱将归来 狼兵指导为小慧制定了专门的康复计划 一切训练内容都要在其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下 逐步展开 现在掌握的量 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 然后也是再逐渐往上加一些 然后 言而喻 如今随着病情好转 他也已经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特别是重返国家队后 自信和坚定又重新回到了小慧的脸上 他相信自己完全有实力 去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尽快恢复跟上队伍的步伐吧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之前能够达到队伍的要求 达到比赛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还是配合医生的这些就是建议 然后再一点点加量吧 小慧一直是控制运动量的训练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够全部跟上球队的训练 因为我们还要配合好医生 给他的这个训练的那个强度吧 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他 因并没能与队友一起夺得世界杯冠军 那段时间慧若琪的失落与郁闷不一样 到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的经济水平来说话的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立足做好每一天 然后希望能够在那时候赶上就是自己最好的状况吧 充满自信的同时 慧若琪对于位置的残酷竞争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毕竟目前的中国女排主攻位置上人才积极 朱婷将毫无疑问占据一个主力位置 刘彦涵 刘晓彤也都实力不俗 秋月一样 另一位国家队前任队长慧若琪 也因为身体原因 不得不要面临里约奥运阵容的残酷选拔 由于因病缺席了世界杯 慧若琪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渴望 比任何一名队友都要更加强烈 但越是如此 慧若琪也告诉自己不能急于求成 他有信心 凭借自己的表现 一定可以赢得一张飞王立约的机票